大家好,各位DEVA的讀者,我是Jamie 我今天會教各位上班一族如何解決我們經常坐在辦公室 十多個小時遇到的問題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多數我們坐得太久 我們會覺得盤骨、臀部、大腿都會比較緊 我今天會介紹一些動作幫我們打鬆寬關節和臀部 令我們無論是做熱身、運動、瑜伽之後的動作都會比較容易 接下來我會教大家在席上做三個很簡單的動作 Lunch Pose 這三個動作可以很輕易幫我們打開盤骨、屁股和寬關節 令你接下來做運動也會比較容易 首先第一個Pose 我們去腿的前方 雙腿打開肩膀闊度 然後我們慢慢 將右邊膝蓋 屈實成90度 你左邊腳也要保持蹬直 你紮好馬之後 再吸一口氣 吸氣 雙腿都是保持蹬直的 在這裡保持你的自然呼吸 大約10至20秒 記得馬也要這麼穩定 不要讓它動 你會感覺到你盤骨、寬關節、大腿 全部都是很緊實的 做完10至20秒之後 轉另一邊 做另一邊 相同的東西 第二個Pose其實跟第一個差不多 只不過今次我們 將左邊膝蓋放在一隻 當馬穩定之後 多吸一口氣 呼氣 嘗試將左邊腳 再退後一點 然後可以雙手放在膝蓋上面 又是保持你自然的呼吸 大約10至20秒 你會更加感受到這個位置 會很拉扯的 如果膝蓋痛的朋友 可以放一塊毛巾在膝蓋下面 記得保持腰板挺直 又是保持10至20秒 然後可以慢慢上來 第三個動作其實是第二個動作的變化 第二個動作 右邊膝蓋90度 左邊膝蓋放在膝蓋上面 然後我們慢慢放在右腳 如果緊的朋友 就可以把小腿搬到自己身上 如果鬆一點的朋友 就可以搬出一點點 你的感覺會更加大 記得左邊大腿 盡量不要升起 都是在脊椎上面 然後我們吸一口氣 拉長我們的腰 呼氣的時候 慢慢 放在脊椎上面 保持你的呼吸 大約在這裡可以保持久一點 30秒左右都可以 然後慢慢我們可以 上來 做另一邊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蝴蝶式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很普通的交叉腳座 然後準備了 慢慢把腳跟拍腳跟 然後十指緊扣 繞著你的腳 我們首先做10個呼吸 去打開寬關子 吸氣的時候 然後大腿慢慢夾緊 呼氣 大腿放下 如果盡量可以 把大腿放在脊椎上面 吸氣 呼氣 大約做10下 10下上 10下下 然後再吸多一口氣 腰板停直 然後 慢慢把你的身前彎 你會感受到你的盆骨和寬關節都會很拉扯的 在這裡保持自然的呼吸 大約 20-30秒 然後吸氣 上來 再慢慢解開 這樣就可以了 剛才教了大家四個動作 我會建議大家在運動熱身的時候做 或者放工回到家裡 就可以鬆開我們 坐了整天 覺得很累的寬關節 盆骨和屁股 希望大家辭之以恆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